eleven 作词曲 李宗亨 刘忠 анichte 氛惯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君事上的困難 像海浪不曾停止 排到海岸 人们像距离散 有没有一种冤定 永远不甘改 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 超越了时空的祝福 永远的爱 耶稣你胜过了时间 胜过了死亡 胜过了黑暗的权势 坐在腹右边 世界的亮光 荣耀的君王 耶稣 无罪的羔羊 为我走上十字架 这世上的苦难 像海浪不曾停止 海到海岸 人们像距离散 有没有一种约定 永远不甘改 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 超越了时空的祝福 耶稣不罪的羔羊 为我走上十字架 耶稣不罪的羔羊 耶稣你胜过了世界 神过了死亡 神过了死亡 神过了黑暗的权势 神过了死亡 神过了死亡 欣赏在父翼 哥 挤手在 border 坐在佛幽边 世界的两光 荣耀的君王耶稣 不醉的羔羊 为我走上十字架 诗篇九十二篇一至八节 清借耶和华 歌颂你至高者的名 用十言的乐器和室 用琴弹优雅的声音 早晨传扬你的慈爱 每夜传扬你的信实 这本为美事 因你耶和华 借着你的作为 叫我高兴 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 耶和华 你的工作何其大 你的心思极其深 畜类人不晓得 愚患人也不明白 恶人谋性如草 一切作业之人发往的时候 正是他们要灭亡 直到永远 为你耶和华 是至高 直到永远 诗篇九十二篇标明为 安息日的诗歌 为安息日圣殿献祖祭时歌唱用 是一篇感恩诗 全让神的慈爱 见证神公义的治理 一至三节以赞美开始 请借耶和华 歌颂你至高者的名 用十元的乐器同失 用琴弹优雅的声音 祖神传扬你的慈爱 每夜传扬你的信实 这本为美事 诗的四节五节述说赞美神的基础 六节七节描述如还人同恶人的命运 第八节认定唯有耶和华是至高者 让我们每清晨 每夜晚都在上帝面前得享安息 在安息中思想神何其大的工作 极其深的心思 全让赞美上帝的慈爱和信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福尔伯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约伯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约伯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真是什么都懂得的人啊 你们死了 智慧亦都会消失 但我亦都有心自 不让你们信息 你们说的 谁不知道呢? 我一个求告上帝 并蒙拒英运的人 竟然成为了朋友的笑柄 我一个公义顺存的人 竟成了笑柄 安逸的人心中藐视灾祸 上上藐视那些滑倒的人 强盗的将逢太平 冒犯上帝 手捧神像的人安稳 你去问走兽 他们会指教你 问天上的飞琴 他们会告诉你 向大地讨教 大地也会指教你 或让海中的鱼为你蝉鸣 他们当中 谁不知 一个是耶和华所为 所有生灵都在他手中 世人的气息也不例外 舌头起无品尝食物 耳朵起无辨别话语 智慧与老人相伴 知识与长者为五 上帝有智慧和权能 谋略和知识属于他 他拆毁的无法重建 他囚禁的无法获释 他拦住水源就有刚行 他放开水源 大地被淹没 他充满力量和智慧 骗子和受骗者都在他拳下 他使谋视赤身秘鲁 使审判者如绝不堪 他除去君王的腰带 在他们腰间榜上囚索 他使祭司赤身秘鲁 他推翻狗压大权者 他夺去智者的口才 他拿走长者的动建 他使权贵倍受羞辱 他除掉强者的权势 他揭露黑暗中的傲秘 他将幽暗带入光明中 他使列国兴起又灭亡 他使列国扩张又崩溃 他夺去世人首领的心智 使他们在无路的荒野流浪 他们在无光的黑暗中摸索 好像罪汉般梁梁枪枪 以一切我亲眼见过 亲耳听过 且耳明白 你们知道的 我亦知道 我不给你们信息 我想与传能者对话 我渴望与上帝理论 而你们只会编造谎言 都是无用的荣医 但愿你们闭口不言 这样还算你们明智 请听我的身边 留心听我的珍重 你们要为上帝杀荒 为他讲鬼诈的话吗 你们要偏袒上帝吗 你们要替他辩护吗 他查问你们时 豈会有好结果 你们豈能好像欺骗人一样欺骗他 你们若暗中偏袒 他必责备你们 难道你们不怕他的威严 不对他充满恐惧吗 你们的名言是无用的灰尘 你们的红变是土足的盈女 你们住口让我发言 我愿承担一切后果 我已经豁出圣命 不惜无生命危险 他必杀我 我毫无指望 但我仍要在他面前生变 这样我才能够得救 因为不信上帝的人无法到他面前 请留心听我说话 质以听我发言 看下我已经准备好辩词 我知道自己有你 若有人能够指控我 我就沾沫情愿死去 上帝呀 只要你应允两件事 我就不躲避你的面 求你将手从我身上挪开 不要用你的威严惊吓我 这样你传唤我 我必回应 或者让我沉述 你来回答 我究竟有什么过犯和罪恶 求你指出我的过犯和罪显 你为何掩面不看我 你为何将我当作囚敌 你要恐吓一片风中的乐业吗 你要追赶一根枯干的茅草吗 你记下指控我的罪状 让我承担幼年的罪恶 你给我上了脚尿 监视我的一举一动 为我的脚掌切界限 我消逝如考难之物 又如重注的衣服 人为妇人所生 一身短暂充满横难 她如花盛开转难丢借 如影消逝无法久留 你还插汉这样的世人吗 还要将我照来受审吗 谁能使污秘产生洁 无人能够 人的年日已被限定 你掌管她的岁月 设定她无法逾越的界限 求你转身 别去管去 好让她如故宫度缘她的日子 树木若被坎下 还有希望 她仍可重申闻牙 乱知生长不适 虽然树根在土里衰老 树干在地里死去 但一有水气 她就会好似身宰的树一样 发芽长枝 但人一死就失去力量 人一烟气就不知去向 湖水会枯干 干河会干绝 人躺下就不再起来 到诸天不复存在 她仍不会醒你 不会从场面中被唤醒 但愿你将我藏在阴间 将我藏起来直到你息怒 定下眷顾我的日期 人若死了 还能复身吗 我要在劳苦的岁月中等待 直到我得释放的日子来临 那时你呼唤 我就回应 你必惦念你亲手所造之物 那时你必监察我的脚步 但不会追究我的罪恶 我的过犯会被封在袋中 你会遮盖我的罪遣 高山崩塌 盘石楼 流水磨损石头 急流冲走泥土 你也这样粉碎人的希望 你永远击败她 使她消逝 你改变她的容颜 让她离世 她的后人得尊荣 她无从知晓 她们遭贬益 她也无法察觉 她只能感受自身的痛苦 为自己哀哭 提万人以理法回答说 智者岂会用空谈作答 缓覆东风 身便时 岂会讲无用的话 讲无益的言语 你摒弃对上帝的敬畏 拒绝向去祷告 你的罪只是你开口 使你说出鬼诈之言 并非我定你的罪 定你罪的是你的口 指控你的是你的嘴唇 你喜是第一个出世的人 你喜在群山之前被造 你喜听过上帝的物子 你喜独栏智慧 有何事你知而我们不知 你懂得而我们不懂得 我们一度有八法老人 给你父亲还年长 上帝用温柔的话安慰你 难道你还盐不够吗 你为什么失去理智 为什么双眼无火 以致你向上帝发怒 口出恶言 人算什么 怎能纯结 妇人所生的算什么 怎能公义 连上帝的圣者 都无法令他信任 连诸天在他的眼中 都不潔症 更何况可争败坏 是恶如鹤水的世人呢 让我告诉你 你好好听着 我要将所见的陈明 那个智者的教导 是他们未曾隐瞒的早睡 这片土地只赐给了你们 无外人在他们中间出入 恶人一生受折磨 残暴之徒终身受苦 他耳听响着恐怖的声音 他安日时遭强暴襲击 他不指望能够逃脱黑暗 他注定要丧身都下 他到处流浪 寻找食物 他知道黑暗之日快要来临 患难和痛苦使他害怕 好像君皇上阵一样震惑他 因为他挥拳对抗上帝 藐视全能者 拿着坚盾傲慢的挑战他 他烦恋肥肉 腰间堆换脂肪 他住的成一必倾覆 他的房屋必成为一堆雅力 无人居住 他不再富足 家财不能够久留 地产无法家振 他无法逃脱黑暗 火焰要消焦他的乱知 上帝口中的气要毁灭他 他不可自欺 顺靠虚空 因为虚空必成为他的回报 在他离世以前 虚空必定临到他 他的肢子再不会青绿 他必好似一伙葡萄树 葡萄未熟已经凋落 又好似一伙橄榄树 花干开便凋零 不信上帝之辈必不生欲 受贵者的帐逢必被火烧 他们心怀不轨 伸出罪恶 他们缓覆鬼诈 若白落在百般苦难中 他从苦难中对人生有更深切的领悟 他认为人为苦人所生 一生短暂充满环难 他好似花盛开转眼丢卸 如影消逝无法久留 他看见人的连日已经被限定 上帝掌管他的岁月 设定他无法逾越的界限 若白体会人生短暂 人躺下便不再起来 在这份深深的无奈中 在疑问上帝为何掩面不看自己的时候 若白仍然渴望在他劳苦岁月的等待后 得到释放 若白等待上帝呼唤 他认知上帝必贴念他亲手所造之物 那时上帝必监察他的脚步 不会追究自己的罪恶 相对若白相信上帝会遮盖世人的罪显 盼望上帝释放自己的日子 多少落在苦难中的人 却易致消沉 早已放弃对自己 对世界 对教会 甚至对上帝的信念 求主怜悯 世人对上帝肤浅的认知 当遇到不如己愿的人生祭遇 就否定上帝 否定信仰 更加黄论为主受苦了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歌斌前书》 《歌斌前书15章29-58》 否则那些人代替死人受洗 有什么意义呢 死人如果不会复活 为什么要代替他们受洗呢 我们又何必时刻身临险境呢 我日日与死亡搏斗 弟兄姊妹 我这样说 就跟我在主基督耶稣里 以你们为荣一样 没有半点虚假 从人的角度看 我在以弗所与那些恶兽斗格 对我有什么益处呢 如果死人不会复活 让我们吃喝吧 因为明天我们就死了 你们不要上当受骗 交坏朋友 败坏好品德 你们应该醒悟了 不要继续犯罪 因为你们当中有一些人 不认识上帝 我说的话 是要叫你们羞愧 或许有人会问 死人怎样复活呢 复活后会有怎样的身体呢 无知的人啊 你们种下的种子 必须先死 然后才能生长 而且 你们种下的 并不是那个将来要长成的形体 仅仅是种子 或物种 或其他种子 上帝按自己的旨意 赐给种子形体 每个种子都有自己的形体 血肉之体各不相同 人 羽 鸟 兽都各有不同的形体 此外有天上的形体 也都有地上的形体 两者的荣光各不相同 日有日的荣光 月有月的荣光 星有星的荣光 一火星和那火星的荣光 也都有分别 死人复活也是同样的道理 种下去的会扭坏 复活的不会扭坏 种下去的是羞耻的 复活的是荣耀的 种下去的是软弱的 复活的是刚强的 种下去的是血肉之躯 复活的是属灵的形体 既有属血之躯 也必有属灵的形体 圣经上也这样说 第一个亚当成了有生命的人 但末后的亚当是次人生命的灵 先有的不是属灵的形体 而是血肉之躯 以后才有属灵的形体 第一个亚当来自地上 是用尘土做的 但第二个人基督来自天上 尘土所做的那位是什么样? 属地的人也是这样样 从天上而来的那位是怎样? 属天的人也是这样样 我们既有属地的形象 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象 弊兄姊妹 我告诉你们 血肉之躯不能承受上帝的国 必扭坏的身体 也必定不能承受永不扭坏的产业 听着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我们并不是都要死亡 乃是都要改变 就在一撒那、撒眼之间 最后的号角吹响的时候 因为号角一吹响 死人就要复活 成为永不扭坏的 我们也都要改变 那时一个必扭的身体 要成不扭的 一个必死的 要变成不死的 当一切发生的时候 就应验了圣经上的话 死亡被圣尼吞灭了 死亡啊 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 死亡啊 你的毒勾在哪里 死亡的毒勾就是罪 罪借着律法施展他的权势 但是感谢上帝 祂使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得胜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们无要坚定不移 总要揭力做主的工作 因为你们知道自己在主里的 生勤付出不会白费 保罗继续强调死人复活的重要 如果死人不会复活 人就会说 让我们吃喝吧 因为明天我们就死了 保罗指出复活带来的生命 是不会扭坏 是荣耀的 是刚强的 是属灵的形体 借着第二个基督 他将复活的生命赐给了世人 因为复活 人得以胜过死亡 不被死亡拘禁 保罗说 死亡的毒勾就是罪 罪借着律法施展他的权势 意思是说 罪是毒勾 他勾引人走向死亡 略法的力量使人知罪 感谢上帝 祂使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得性罪和死亡的权势 所有信徒因为主耶稣的死和复活 也必能从取死的罪中复活过来 感谢神这个复活的傲辟 我们并不是都要死亡 乃是都要改变 因此信徒当前的要务是坚定不移 总要竭力做主的工作 因为上帝所做的一切 不会图然 并有永恒的价值 在乡亚的干扰 在乡亚的浓亚的行动 买人之间 在乡亚的上帝 在乡亚的反颜 詞曲 李宗盛 針賢二十一章三十至三十一節 無人能以智慧、聰明、謀略、抵擋的和華 馬是為打仗之日預備的,得性乃在乎耶和華 針賢指出,世上任何智慧、誤性和謀略都不能對抗耶和華 馬為爭戰之日預備,勝敗由耶和華決定 正如針賢三章五至七節提醒我們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聰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 不要自以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華,遠離惡事 求神提醒我們,無論在世上有多高的學位 多深的學問,多廣的見識 如果沒有敬畏耶和華的心,這一切在祂的眼中都是憤土 從本身,無論在畫面的結果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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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主 感谢你扭转了信徒对死亡的看法 从以前被死亡的独勾控制 受罪恶的权势奴役 到信主后 借着主耶稣我们可以得胜 胜过死亡的一切咒座和威吓 愿意我们更加靠着主耶稣基督 过得胜的生活 祈祷是奉耶稣基督 复活有得性的名求 阿门 优优独播剧场——YK